大家好,我是Gun Rai Shun的 你們聽說收聽的是 Gun Rai Shun UltraMaiRubo TV 晚終於到大結局了 又一直追到大結局的朋友 相信看完整部作品之後 都應該有很多話想說的 又好的,也有不好的 Anyway,我都為大家準備了本期的觀後感影片 都是那句話,本影片不多不少都會有劇透的成分 Gun Rai Shun 在我作為正題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是分享 日本特色、日本動漫和日本文化的Demma 間中都會分享一些大眾話題和生活小品 如果你覺得我這條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一條影片出去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就讓我一次過為這部作品 TVBAN 作出最後的觀後感吧 首先,UltraMaiRubo這部節目 都是成功或者失敗 我覺得是各花入各眼的 如果硬要用收視率來決定這部作品 出色以否 那UltraMaiRubo的平均收視率是比UltraMaiRubo高 那是不是以為Gun Rubo各方面都比UltraMaiRubo這麼優秀呢? 所以是不可以單購收視率來決定 一部作品是否優秀,是否出色 再說,Nexon的收視率是原曲還未被收透的時候 歷代的Ultra Series是最低的 你敢說這部作品不優秀嗎? 所以真的不要用收視率和一部作品的優秀以否來掛勾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好作品未必有很高的人氣 而人氣多也不見得會是一部好作品 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說回Rubo 首先這部作品作出了新的嘗試 以主角的方式來演繹整部作品 放棄了過去的一貫手法和設定 作為Ultra Man變身者的兩兄弟 不像過去的所有主角都是地球防衛隊隊員的角色 既不像身為暫時的Kurenai Kai 亦都不像成計多Ultra ManDNA的Asakura Riku 這兩兄弟真的只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對 普通家庭的兩兄弟集 一次被突而其來的Ultra Man力量所生了一夜 沒辦法馬上適應Ultra Man的力量 打到的時候也沒有所謂的氣勢和魄力 更多像門外看和敵人硬碰的感覺 戰鬥期間亦都鬧出了不少的笑話 在一些人的眼中 可以用不入流這一個時候 來形容這兩位新仔 我們亦都可以看到這兩兄弟很多時候 是看到眼前的一刻 並不會想得到這麼長遠 因此他們只不過是做了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 即使這些巨動是不是正義英雄的所謂 但是他們的兄弟情和互動在這部作品裏 可以說是發揮得相當不錯的 而且整個家庭的互動 都可以說是促動得相當OK的 兩兄弟通過成為Ultra Man慢慢成長 阿姆一直都被這個家庭散發出正能量 正面積極向上 雖然阿姆後期出現 但是可以看得出 她是想對這個失去了十五年 沒有做到盡阿姆的責任的家庭作出補償 阿姆看起來雖然好像很不起眼說 但是其實她都默默地撐住這個家庭 是阿姆和斗記的一個避風港 除此意外 這位作為正義的奸殘 也都處理得相當不錯 射長這位逆正業邪的奸殘 就為整部作品的前半拍 起到相當不錯的作用 但有氣感 但是就自以為是 唯莫獨尊 因為衝擊Ultra 強扭曲了對正義力量的看法的射長 至少我認為作為一個反派 她的人氣度是不會比過去的反派角色差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相對地中期出現的神秘女子 雖然已經拖起了 不過她的角色背景縮造就相當不錯 是一個大有悲傷過去的奸殘 曾經是因為守護著大家的佔事 因為兩位阿哥的犧牲而走向極端 被仇恨蒙蔽雙眼的氣 為了復仇可以置身死於道外 但是那些工種就可以理解到她的苦衷 最終她都被阿姆的正能量所感發 加上她將兩兄弟的背影 看成是血親阿哥的背影而犧牲了自己 就算是一個愚痴悲傷的反派角色 斯福良也能夠把她縮造成有血有肉的悲狀角色 這次這部作品幾乎每一位登場的主角色 都將整個的characteristic 和性格設計等都塑造到相當OK的 當然能不能用演技力 凌駕這些角色的演員 我們就另當別論了 好可惜這部作品都有美中不足的部分 首先是這部作品從頭到尾都沒有說出 無論多拉丸為什麼會選擇兩兄弟 作為繼承他們力量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阿媽和Rubu Gyro 困在二千元的時候 硬化阿媽的親生兒子即將會死在怪獸的火炎中 造成Ultraman Rosso和Ultraman Buru的意識 將他們的力量給這兩兄弟去繼承吧 同時Rubu Crystal的出現也很莫名其妙 就一句碎痴或者是連結人的撕裂而產生 說什麼樣大過 簡直令人撈爆頭 其次就是射長突而其來的退場 亦都編排得相當不妥當 感覺上搞到射長好像成為了整部作品的鬧劇 強硬被神秘女子接拍成為下半部作品的反派角色 最可名的是 阿女竟然是最強的Rubu Crystal 實體化而成的 當然也是跟阿媽有關 因為阿媽被鎖在二次元的時候 懷著不安和看不到未來的消極 其中斯連在他目睹自己的鬥技 集中被襲擊的時候 Rubu Gyro 衝出二次元去營救兩兄弟 同時剛剛存在的斯連 天掛 希望和正能量都跟著Rubu Gyro 一起衝出現實世界 並實體化成為一個假想體 也就是阿妹 你別問我為什麼會實體化 我回答你不到的 你可以去Imu Matsuburaya 但不要說是我教的 By the way 阿妹就在那一刻誕生了 相信是Crystal的力量 硬硬將Minato Kasugu灌輸了阿妹的記憶 讓他們以為阿妹是一直跟他們一齊生活過的 實際上阿妹的過去根本就是不存在 他的存在可以說是一場夢 又或者是夢中之夢 最後阿妹又化成了Makoto Crystal 在阿妹的幫助之下 兩兄弟才能夠使用最強Crystal的力量擊敗了最終Box 而最終Box也將和平還回給他們 最後阿妹又無緣無故實體化 從此一間五口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看到這裡 真心覺得那樣的Ending牌片 真是有點牽強 為何又有虎頭蛇尾的Feel Anyway Happy Ending也未成敗一件壞事 那影片就到此為止 以上就是我對Ultra Maruble的觀頭感 不知道大家亦說我有沒有分享 雖然TV版已經告一段落 同時也是Ultra Maruble的吉祥歐班的開始 吉祥歐班的重心角色應該會是阿剛 而前作的Ultra Maruble自然就會參與現場 阿妹都會變成Ultra Woman 這個亦是繼Ultra Maruble的USA20 再次以正義的Ultra Maruble當場 同時吉祥歐班的敵人同樣都是邪惡的Ultra Maruble 究竟這個吉祥歐班是怎樣的發展呢 相信大家都會非常期待的 至於我會不會做這部作品的觀後感影片 到時才說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部作品有什麼看法 不妨在影片下的留言跟我分享 最後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 不妨like and share 不要忘記subscribe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鈴鐺 去Facebook Like我的Fan page 再到bottom 按C 每當我有新影片中間的時候 你們將會成為第一次收到通告故中 隨你之後 bye またね